诗三 本寺一律持武 武后有可病因缘 可依法受非时将为者罚 就是说 他这个寺庙的修行人 都是过午不时的 如果你持武以后 就是有口渴 或者饥饿这种叫可病因缘 人有食欲 要用药食对质 饥渴就像是一种病一样 可病因缘 非时将为 不是吃的时候 可以喝一些流脂的 对不对 如果 他说可依法受非时将等 你可以如法来受这个 喝流脂的 为者罚 四秒 四秒 通通都是过午不时的 清损常住钱财 米面等物 赔宜重罚 你如果 清损 清损他应该不是偷 偷就是说根本大戒 根本大戒是四众杀盗淫妄 对不对 偷盗 就请出去了 清损他应该说 你让他 比如说我们这个冰箱有东西放过旗了 对不对 你负责这个主厨帮厨的这些人员 义工人员你都没有去寻 放过旗不能只好去回收丢厨余 就浪费掉了 像这个赔 照价赔偿 赔以重罚 赔完了再重罚 就是这样 听起来不错 对不对 我们这个谁 他又不负责 冰箱里东西又坏了一大包 这个储藏室东西又过旗 又发霉 那现在我们都要倒掉 我现在都很伤心 我说你这个人啊 修行以前就已经够贫穷了 你现在还消服 你是要老来饿死是不是 你是要让自己一贫如洗 这十方的东西你也敢浪费 你看还有一条很有意思 除公事外 不在本寮 就是说不在本寮 就是不在自己的寮房 不在自己的房间 除公事外 在各寮 重义 放义者 乏 就是你这边去那边去 好像去聊天讲话 就没有乏的 所以我这个想法 我还跟同修讲 我还跟同修讲 这同修如果有心事要讲出来 大家要多聊一聊 要有一点慈悲心 刚才讲到人家寺庙共住 他后面有一个结论很重要 他说以上各条 原为维持法道 起敌人心而设 维持修法的大道 正道 佛法的正道 那启发人 修行人的心而设立的 至于现在未来 来住于此者 来这个寺庙 来这个僧团常住的人 俊发无上道心 了脱生死 以身作者 上弘下化之士 来这里住的就是这样 要修行的 要弘法的 期待一一条成 哪里还需要一条一条来规定你 你不是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人吗 就是要以身作者 干嘛要人家一条一条来规定你 你又不是犯人 是不是 所以他这里讲 期待一一条成 方始遵守无犯忽哉 要一条一条条列出来 你才要遵守 那你这个修行人修行不到家 是不是 所以这里讲的很有道理 对 真的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